妈 儿子你下班了 坐 哎呦我的娘哎 你还挺那个 还玩上这个了 那当然了 妈还挺时尚的 行不错 你今天咋下班这么早 今天老板抽风了 过生日 跟别人吃饭去了 也不带我们员工去 我就回来了 你老板过生日 咋不带你没去 还也真抽风了 哎呦你看你都回来了 那妈就回家了 不在你家住了 妈说啥呢 饭还没吃呢就回去 对了 吹花呢 吹花 洗澡呢 还挺干净 挺干净 你都不是你那媳妇 不是干净 那是一洗两个小时 比我洗衣服啊 懂吗 两个小时 她还有洁癖啊 不可能 妈你说啥呢 不可能 我洗个衣服 半个小时都洗好了 洗个澡 有什么洗的 天天洗 而且 我不想走 天天洗澡 洗那么久 我们这刚结婚 也没多久 咋回事啊 你说的也是 也不知道你那媳妇干啥呢 我也管不了 妈就不在你家吃饭了 妈就走了 你们年轻人的生活啊 妈也过不惯 妈想回家看看你爸 你爸一个人在家 也不容易 我再回家照顾她 我再回家照顾她 行妈 我送你吧 别送了 我走了啊 那你慢点啊 真的假的 这洗澡洗 两个小时 那媳妇 天天洗澡 一洗那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她干啥去了 肯定没有好事 我也管不了 媳妇你洗好澡了 洗好了 真舒服 你说你怎么洗这么长时间 那人家还干净吗 不过 从这都闻到香味了 哎 看你 你去洗吧 行我去了 你洗快点啊 好 洗澡 哎呀 媳妇 洗好了 香不香 真香 香啊 嗯 那还不赶紧走 媳妇 哎 你看这个包包怎么样 好看是好看 就是太贵了 贵了也得买啊 只要你喜欢 行 哎呀 妈呀 我去洗澡了 又洗澡 到点了 不行 你自己看吧 洗澡还 还定闹钟呢 我赶 我赶紧去了 奇怪了 洗澡还看点 干嘛呢 哎呀 我呀 自己又熟悉 这样呀 又省电 又 哎呀 省电啊 能省一笔钱了 省的钱啊 到时候 家里 买点菜 买点香 啥都好啊 你说我这 这上辈子 记了什么德呀 这么好的媳妇 这么好的媳妇 淳花 嗯 淳花 你 你洗好了 对呀 洗好了 淳花 你说你 洗衣服 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啊 你看你 嫁给我才多久 你的手都成这样了 你知道啦 哎呀 我不是想着省点钱嘛 都没过日子 你这样让我多心疼啊 啊 不心疼 又不累的 老公啊 你别说啦 走吧 来 客厅这是 走啊 走 爸 饭做好了 去吃饭吧 行了 我知道了 你说说你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你看这院子脏的 那都不知道扫一下啊 爸 我刚刚不是在做饭吗 然后我衣服还没有洗完 院子的地 等一下再扫吧 你还知道说 那几件衣服 洗衣动物 也不知道干嘛吃的 爸 你怎么能这样说啊呢 那衣服 家里面有洗衣机 你不让用 就为了省那一点电费 你让我非常 让我手洗 说手洗洗得干净 那一大堆衣服 那我能洗那么快吗 你还降嘴是吧 也不知道脆花 看上你什么了 你说喜欢她的男人啊 从街头排到街尾 她就选你了 她也是 真是瞎了眼了 爸 你这说这话 你说的就不对了 你就说的过分了 那我和脆花 我们两个人好好的 你看你每天 对我是怎么个一个样子 再说了 我这在外边 还要上班挣钱 回到家里面 还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 我一个男人 做到这个程度 你让邻居 接放邻居谁的 人家能挑出来什么毛病吗 你还挑理了 我跟你说 你就是个上门女婿 这些活儿 都是你应该干的 你说我闺女也是 早知道啊 就应该让她嫁个有钱的 找个上门女婿上来 真是 说你啊 还知道跟老人降嘴 你爹妈怎么教你的 真是 爸 你说这话 你真过分了 你说我可以 你干嘛要带上我爸妈呢 我过分了 我说这话 说错了吗 你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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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理了 爸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行了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我去收拾东西了 赶紧把衣服洗了 还不跟我一般见识 真是窝囊废 小文 你今天怎么不开心啊 翠花 我想跟你说个事 有什么事你就说 你看 白天 我在外面工作 工作回来了 还要做饭 还要洗衣服 所有的家务活 我一个人全干完 这些我就不说 为了你 我也愿意 但是每次 你爹 总是在那旁边 说三道四的 冷嘲热讽 说我 他说我也就没关系 但 他更过分了 他说我爸妈 这个家 我是待不了了 我想出去 我不想在家了 小文 爸 爸 闺女啊 你在这坐着干嘛 衣服洗完了没有啊 爸 你看你凶的 咱们是一家人啊 你啊 太不对了 虽然小文是上门女婿 可是 他带你啊 像亲爹一样 爸 你说说 你身上穿的 鞋 衣服 哪一样不是 小文 给你买的 家里的火 家务 不是小文在干嘛 地里的火 也是小文一个人 爸 小文 他对你 那么好 你啊 不应该看不起他 他呀 太不容易了 他为了我 到咱家 外面人 说他 什么 他都可以忍受 但是你 你是 你是我爸呀 对我的丈夫 这样 你让我怎么办 你看不起 小文 就等于看不起我 爸 我想好了 既然 你容不下小文 这房子 是我买的 你啊 回自己的那个 房子住吧 到时候 我每个月 会跟你 打钱的 翠花 你为了他 竟然要把我赶走 我可是你亲爹啊 也不知道他给你 灌什么迷魂汤了 爸 我都不想说你 你扪心自慰 小文 他带你多好 上次 你生病 小文 在你面前 没日没夜地守着你 那时候呢 我 工作 忙 是小文 照顾你 给你 端屎端尿 他嫌弃过你了 你呢 处处看不起到 说他是上门女婿 上门女婿咋了 如果没有他 你归宁我 不嫁到别人家了吗 你还能见到我吗 你说呀 说呀 行了 闺女 别说了 爸知道错了 小文啊 对不起 看来啊 我这老思想 是该改一改了 也许你们说的对 看来啊 我还是 回乡下吧 翠花 爸 行了 别说了 爸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 你既然知道错了 那也行 你就在这继续住着吧 小文 你看小文多善心啊 你都这样 他替你求情 你 爸 你内心就不知道 真的错吗 闺女 你放心吧 我以后会对小文好的 会把他当成亲戚儿子一样对待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呀 知道错就好 咱呀一家人好好的 我就希望咱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不要让别人笑话咱 咱过得好好的 行不行 以前都是我的错 小文啊 爸 对不起你 不该那样对你 你原谅我 行 没事 爸 我原谅你 没事 行了 爸 翠花 咱们吃饭吧 走吧 走吧 走吧